Hello 大家好 沙姐 今次會跟大家說為什麼Youtuber特別受歡迎 尤其是做飲食 旅遊 又或者開箱的影片 Youtuber特別受歡迎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資金有限 我們不會用這麼少的資金 去買這麼大的東西來開箱 我們可能每次都是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或者去選一些餐廳 但是究竟吃哪間餐廳是好 或者哪間餐廳是不好 會不會中伏呢 所以大家就會擔心 如果有這些Youtuber幫你試了 大家就很安心 就算自己未必會吃那些自助餐 但看看都開心 好像Window Shopping一樣 我未必一定要擁有那件衣服 但我看看都開心 當然這些就是 如果見到真是值得的 那就一擊即中 就立即去訂購那間酒店 另外一件事就是 開箱就是因為自己未必會買這麼多東西 有人開箱就好像完成了自己的夢 跟別人旅遊也是一樣 自己去不了 看完別人的風景 就當自己去了 所以這些相對地 是要付出可能比較多 而自己實現不了的 那些比較會受歡迎 我亦都見過有個Youtuber 他也是做得不錯的 就是他真的在一間網店買些衣服回來 然後就跟大家試穿 這個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一般來說 你在網店買的衣服 可能有時候買回來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我們看到很多十八里子 他就會試給你看 他會告訴你我多少寸高 這條裙子是 初初我的模特兒穿得怎樣 我現在這樣就穿得怎樣 其實相對於這些 就是比較受歡迎 就像煞車這些 就是沒有那麼受歡迎的 所以有人訂閱我都很開心 其實因為我那些是學術性一點 也未必是各個人需要 尤其是我講的帳戶 如果你不是讀過科的話 就更加不需要 有些也是教一些 你怎樣去用軟件 或者是你怎樣去做一個Youtuber 或者是用攝影軟件 你不做的 或者你平時都不喜歡的 那未必會合用 所以為什麼這一類 就是飲飲食食 旅遊這些 是比較多的 因為都相對容易做的 因為你只要 不是說 不是做得很輕鬆 是相對可能要 好像我這些會計 或者相對於一個很專業的 學術 或者要專業的技術 是相對比較少 你可能就是 我吃點東西 吃完拍了那份東西 拍了環境 然後就講自己感想 是相對容易一點的 成不成功是一件事 但相對容易做的 但好像薩仔這些 相對沉悶就會差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 想做一個受歡迎的Youtuber 你就要捉緊觀眾的心理 其實是你想做一個好的銷售 去怎樣銷售自己 其實你真的在捉緊顧客的心理 那這些就是為何那些 做過的飲飲食食那些 旅遊的Youtuber 是會比較多人追蹤 或者多人看的那些片 這次就講到這裡 純粹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 就按LIKE和訂閱 OK 拜拜